大家好,我是PayLum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第一件事 是在一個WNBA的過渾Signature Seuss 是紐約自由人的Sabrina 第一隊Signature Seuss,Sabrina I 這對球鞋看起來的樣子是非常非常非常吸引的 我自己就覺得很漂亮 它本身的設計比較簡約風 主要穿著物料上的特色 反而我覺得這個樣子是比較吸引我的眼球 當然它主要配色最吸引我的就是這對白色的眼神 它扭胸的剔中間的網面部分 有點像 GT Cup 1 鞋影亦有少許近似Kairi 球鞋的細節 當然它的形態比較扁平 可能再按Copy 的設計多些 但你會覺得設計上比較簡約 鞋面上的紋路比較豐富 整個鞋的細節位亦非常足夠 這也不僅僅如此 它本身整對鞋的配搭都是蠻高規格的 中底用全掌Nike React 再加上全掌用Zoom Air 這個規格 你會聯想到的就是一些 KD 系列的鞋 KD 可能是12、13 這樣就會用這一類規格的鞋 這個應該是 KD 13 的設定 我自己覺得 如果以這個低波的設計 再配合 KD 13 球鞋的中底設定 真的是一個頗好的配搭 再加上它本身亦沒有針對女子籃球才出的 整個定位都是男女子籃球 都會涵蓋在這雙鞋的瘦中 再看少許鞋面的細節位置 你會覺得這個位置的表面是否有點像層相式 是否也像Kobe 系列的蛇皮系列 鞋面部份就是這樣 而旁邊這個位置 又有少許像 GD Cut 1 層的細節位置 是非常之吸引我 再加上 它中底部份 這個位置 分角色的紋路亦都很帥 但可能唯一問題大小的地方 就是它中間部分用了Solid Rubble 但側身的部分用上Solid Rubble 可能在爪地力方面就可能會差少少 這個亦都會承繼之前 GD Cut 1 通常大部份時間都有的問題 就是水晶底 其實其他地方 無論鞋利部分 鞋後爪的部分 細節位置亦都比在藍裝系列都沒有做得這麼漂亮 它的細節位非常細緻 各方面的裏面的裏面 側身位 後爪的部分 亦都叫做比較有心思 即是不是一般傳統就這樣踢 裏面亦都有一個斜踢 我相信這對球鞋 就叫做好吸引很多朋友仔 我自己肯定是其中一員 至於它除了這三隻配色 就是白色、紫色、白黑色之外 它亦都會自由開放給Nike by You 做客製 除了你可以直接買Colorway 還可以自己玩 這隻鞋都叫做非常之高規格的推出 我覺得Nike 現在除了做男裝之外 亦自力開拓這個女子的市場 之前有一對是Deldo 我也不忘了它怎麼讀 但那對是高邦系列 我自己是不一般的 但今次這對低邦 反而真的非常之吸引我 不知道大家又如何看呢 剛才說完就找到Nike 就是這對 之前應該是第一隻出的 Main Color 我那隻就頗帥 但我自己覺得這款不太適合我 所以真的沒有買來試 Alan Dallant Don Air Deldo 這對鞋都出了一段時間 市場上的反應不錯 又沒有特別的回合 這顏色 現在出到橙色 即是黃色系列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它主要配搭了Fryease 所以適合很多不同的人士 即是不一定是殘像人士 但很多人在這對球 都會輕鬆一點 其實中低設定好像是不差 不知道是有Zoom 還是有什麼 但當然規格好像感覺上 沒有Sabrina 來得那麼高 感覺上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要買中幫高幫 這對鞋都會是其中一個可考慮的選擇 好,今天的New Set 好像真的為了女子籃球而生 很多不同的品牌 都為了女子籃球 出了很多自己個人系列 Puma 都不一樣 Puma 推出了Steward 1 Steward 1 Brenner Steward 是Nukon 一個球星 他為了自衣武校 March Madness 贏了四年 所以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創具 所以這次推出的配色 就是Steward 1 4-time 這對鞋的顏色 應該用回學校的主意顏色 即是籃球生涯 可以連贏四屆 都非常之厲害 應該是功不可滿 而我們最主要集合在球鞋的部分 顏色配搭 藍色、白色、紅色這些位置 後面部分的紋路亦有特別 所以製造雙鞋 即是在一個很平淡的外觀設計上 就提造了一些不平淡的款式 其實這種簡易的款式我自己都很喜歡 他這個配色亦頗漂亮 但中底部份的設定 應該會是相似 之前用了Nitro 或者Foom 這些部分 中底的軟壇程度 我相信 如果試過飄了很多鞋來講 就問大問題 反而是他的Tractions 時好時壞 反而大問題少少 這隊就用了Translucent 這方面 可能會打了少許折扣 主要來講 就是看看外觀方面 即是這些紋路的設計 鞋身的簡約和配色 但是大家可以見到這個趨勢 為女子籃球而生的球鞋會越來越多 這陣子流行說 在脫褲腿上經常都拍賣牛鞋 這陣子應該有人等錢 經常都拍賣Air Jordan系列的鞋 這就是總冠軍專著的Air Jordan 13 有望成為這個 最貴的球鞋 Air Jordan 13 就是在他98年總決賽 對著翼士第二場勝出的時候 一對球鞋 這款當年黑紅色 真的很經典 最重要是有他的簽名 整件事真的很重要 為何這雙鞋這麼貴呢 因為每次 Michael Jordan 都會給一隻人 就不會給兩隻 這隊是唯一一對 當年圓圓整整流入市面的 Michael Jordan 總冠軍的實戰球鞋 所以 因為湊得成一對 所以他就特別貴 而現在 暫時標價方便150萬美金 所以這雙鞋 就很有機會 就以高過150萬的抵價買出 其實這次估計 會大概是200萬至400萬美金左右 如果以這個價錢成市 這雙鞋 就會成為歷史上最貴的拍賣球� 經典的東西 當然留給經典人去買 這些球鞋 我們當然最多買福克 而 其實說真的 是否很好打球 就很難說 但是 最重要都是一些 叫紀念價值的東西 哇 今天把聲錄下去 所以都不太多了 Jordan Red 接下來 2023年下季會發佈什麼球鞋 其實 其他顏色 大家都已經 看得到 很習慣 這些三代 四代 異屬能唱 我自己 直接挑去 我比較感興趣的 Jordan 11 系列 Jordan 11 Retro 都是針對女子球鞋 黃色蛇皮 之前都曾經介紹過 另一對 就是這對 Low Seaman Grade Low Seaman Grade 白灰色 好像未出過 顏色 所以 值得留意 主要來說 白灰色 衣服容易 穿出街 也好看 我自己覺得 其他球鞋 都是 黑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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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原本配色 這隊都好像沒見過 都是新色 主要來說 你見到不是 Rattle 的新色 這隊好像原點 Red in Flare 就是原點配色 但其他 都是新設定顏色 所以 就要看看 你自己喜不喜歡 新藍色的配搭 可能來穿衣服 這些新藍色 比較少有炒價 即是 叫做相宜少少 給大家想想 Anyway 今天到此為止 要留意的問題 下面請訂閱 分享我的頻道 分享我的資訊 拜拜